财经APP 易峰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易峰今天要来问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新知呢 首先我们先来关心一下 就是在法国发生的查理周刊的不幸事件之后 在网络世界上引起的一些余波 因为英国首相卡梅隆 他在这个事件之后 参加了反恐的大力游行的时候 他宣布要重启英国的通信资料法案 那这个是什么样的法案呢 其实就是各国政府都一直想要 来监管监控所有的网络的讯息 那英国政府也一样 所以卡梅隆他当初这些法案 就是希望能够确保 他的国家的国安部门 能够监管所有的网络通讯 包括所有的像花载BP iMessage FaceTime这些通讯软体 但是目前的这几个通讯软体 有些社群网站已经跟英国政府合作了 那有些像刚刚讲的这三家 是还没有跟英国的国安单位合作 所以他们的国安部门 现在没办法读取这三个软体 里面的通讯内容 如果这三家软体不给英国国安单位 来读取他们用户的通讯内容的话 英国政府就要封锁这三家软体在英国的使用 所以这是对一个我们的网络的资讯自由 造成一个相当大的威胁 那当然也引起相当大的风波 很多抗议的浪潮 马上就跟先前美国政府监管的消息 透露出来之后的大家的反应是一样的 目前这三个软体在英国的使用的市场很大吗 其实像台湾我们是以LINE为主 但是在其他世界上是WhatsApp 它的使用的市占率是蛮大的 不过这个相同的状况好像也是在南韩那边 那时候也有发生对不对 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弹 因为国家政府不只是我们比较熟知的是中国的 但是其实任何一个国家政府 他们都会多少都会有动力 想要去查手网络上的讯息内容 也是所以很多网络自由的主张者 是一直在跟各国政府在做对抗 所以这个后续应该还有待观察 因为这个目前还没有定案 还要等到我们这位首相可以连任的话 下次大选要赢的话才行 所以看看未来的网络自由会不会更封闭 如果一旦是被政府所监管的话 各位大家都要小心一点 未来这个世界会怎么样发展 接下来有一个带给我们其他什么样的心知呢 接下来我们来谈新能源 最近因为油价的直线的下跌 在从去年6月起油价开始一直往下掉 所以很多人就会认为说的话 那我们的新能源的发展 全球新能源发展 是不是会受到不利的影响呢 我们也在想这件事情 因为它应该是跌破了它的成本价 对不对 但是其实跟大家所想象 其实并不相同 就是新能源呢 第一个它其实没有跟石油来做直接的竞争 因为目前全球 比如说以美国来说 它的燃油发电的所占的比例 其实已经很少了 那其实新能源主要是在跟天然气做竞争 所以像彭博它的统计 2004年这个新能源包括风力 生物燃料 生子然能源 还有其他的低碳能源 总投资额竟然是成长了 比2013年还要成长16% 这跟我们想的完全不一样 当然这是有一些因素 首先是成本 比如说以风力发电来说 风力发电现在成本已经在美国 它的采购价 2013年的时候大概是2.5美分 2.5cent 那到了14年的时候 已经又降到两块钱了 那当然这个是有补贴的价格 但是实际上你可以发现说 如果以两块钱的价格来说的话 其实它是非常有竞争力的 其实油价下跌到这个程度 还没办法威胁到它 这是太不可惜 因为在台湾风力发电好像很贵 另外一个是政策因素 因为太阳能他们有所谓的 美国有所谓的ITC 就是它这个税务补贴30% 那这个税务补贴其实快要到期了 17年要到期了 所以现在这几年 就是所有的太阳能的厂商 都把计划全部都赶快集中 在到期之前赶快推出 那另外风力也是 风力本来他们的这个补贴 叫PTC 也是这个产品 这个税务补贴 这个本来是本来已经到期了 后来又延长一年 但是延长一年 如果没有再继续延长的话 也是就要到期了 所以也是大家就急着 在这个到期之前尽快推出 所以才会说 这个201年后 呈现了首度成长 其实有一小部分 是这个政策的 政策面的推动的结果 不过如果这个补贴 这个政策取消的话 它的成本会不会立即的就升高了呢 对 它的这个 尤其以风力来说的话 当然成本是会增加很多 但是呢 可是即使成本增加之后呢 它的 就是我们把它的补贴 把它扣除之后呢 我们刚刚讲说 它采扣价是2美分嘛 大概扣除之后 大概会增加到4点多美分 可是你把它换算成台币 其实还是很便宜 但是这个美度电 只有这个1点多块而已 所以其实在美国的路上风能 已经是一个非常有竞争力的能源 所以它其实不大容易受到 油价持续下跌的威胁 哇 这个在台湾 没有办法想象 因为台湾的风力发电的成本 好像还是蛮高的 对 因为我们风力发电的发展 没有那么的 条件没有那么的好 这么说 那还有我们的发展 没有那么的积极 那像美国 他们有很多软硬体上面的进步 会持续的在改善 这个风力发电的成本 你想这个 就是用补贴这个方式 来加密成本 就是让我想到 这个之前 他们在谈到那个 我们对那个油电混合车的补贴 之前也有在讲这件事情 那讲到这个油电混合车 我一定要讲到 勾勾肉最近很露脸 新的秘密武器出来了 终于出来了 台湾厂商可以在这个CES 全球这个消费性电子大展上 展露头角 得到这么多媒体的关注 那勾勾肉呢 这个它是很有趣 它是这个背后的大老板 是这个营业娘 大家对它很熟悉 那它的这个老板呢 这个是这个共同创办人 是这个陆学生 就是从这个HTC的设计长出来 那更早之前呢 是在微软设计过 很多消费性电子产品 那所以呢 Gogoro这家 它的这个行销方式呢 也是比较倾向于 这个消费性电子产品的方式 在今年CES之前 它对它要做什么产品 它要推出什么样的服务 其实是非常非常保密 大家都好好奇 这个三间其口 大家只能从它的这个专利 然后它专利申请 从它的一些这个 诸事码机去推断 它可能是要做这个电动机车 那这个也是学习 那个苹果的这个 所谓的饥饿行销 在CES上的时候 这个谜底就揭晓 原来它是要做这个电动机车 但是呢 这个Gogoro呢 它强调呢 它这个不要不能叫做电动机车 它要称为是智慧电动车 哦 智慧电动车 OK 对 那其实呢 这个它的产品呢 我们应该把它看成 分成两个面向来看 因为 它这一台的电动机车 跟一般过去传统的观念不一样 它是不能充 不能自己充电的 它的电池是完全是要在 这个电池交换站进行交换 哦 所以就是说它就是在那个电动 智慧电动车是这个 那个就是那个机身上面 应该要有这个可以更换的电池 对 它电池 它有两个电池 那每一个大概9公斤 那你大概男生大概一手就可以提动 提得动 女生大概两手也可以提得动 那 它 它就是你骑到快要没有电的时候 你就到附近的这个交换站 然后把你没有电的电池放进去 大概6秒钟之后呢 新的电池就会跳出来 那你就拿了电池就马上上路 所以就可以这个避开过去 因为机车 电动机车大概想说 没电了 要充电充很久才能开开动 那它就用直接交换方式 可以避开这个问题 哇 这个 那这样做的话 不是就是说我们那个 就是街上应该要有很多交换站 对 所以呢 其实这是 Google的家公司 其实另外一个重点 因为它必须要在这个城市里面 普设这个充电站 那就会有点像我们的这个 U-Bike的站一样 到处都是 那这样子一来呢 它这个充电站呢 可以有交换站 应该说电池交换站呢 可以有很多 这个额外的想象空间 比如说呢 它可以当作这个 城市的智慧电网的其中的一环 因为这个交换站里面 它有非常多的大量的电池 所以呢 比如说如果这一区的这个电力 比如说好 哪一个有这个区域 这个电力部分跳电的时候 它电池是不是可以去支援 这个电网的 这个临时的需求 那或者说呢 它这个透过了这个充电的这个资料呢 它就知道说 我这个哪一个站呢 在什么时候需要多少电力 久了之后呢 我统计出来之后 我去配合这个电网 那电网呢 就可以更有效率的来运用 这些能源 那所以呢 其实呢 在CS之前呢 Google它一直强调说 它其实是做智慧能源 智慧电网的公司 那很多国内外媒体 就去查它专利 所以你说你做智慧能源 智慧电网 结果你的专利都是机车 机车相关的 那总会是智慧能源 智慧电网 那现在就是才 媒体揭晓 就是因为它的机车 是要用来推动这个充电站的 那这个充电站呢 其实是可以是要去发展 这个成为一个智慧电网的一个基础设施 不过你一样问一下 那对这个一般消费者来讲 会很好奇 这个智慧电动车的价格如何 那如果就是说 因为我看这个资料上面还讲说 它其实重点是在那个 就是电池本身 对不对 所以因为 它采用这样的商业模式 所以它的销售方式 跟过去传统的电动机车 有点差别 因为过去传统的电动机车 大家对它的这个 企业之一就是价格太高 那可是电动车的 不管电动车还是电动机车 它的这个价格呢 其中在成本来四成 大概都在那颗电池上面 所以电池是心脏啦 那如果说现在我们把电池分开来 然后呢 这个充电回路也去掉的话呢 那GoGo认为说 这样它就可以把机车市本压到很低 那而且呢 它可以采用不同的方式来销售 就是 它就用手机的销售方式 就是它本机身呢 本身呢 是很便宜的 就是有补贴嘛 那可是呢 你在之后会 手机之后会交这个电信费用嘛 那它现在才说呢 这个它的未来销售方式可能是 它的机身本身 机车机身本身是很便宜的 然后但是呢 你去充电站这个交换电池的这个服务呢 它在给你收这个费用 哦 诶这是绑约 等于是绑约 诶你这个好奸诈 但是它可以大为降低我们的这个进入门槛 你就是说它先卖空机啦 是很便宜 或者甚至是免费的 就是先卖空机 然后日后绑约 先卖空机日后绑约 对对对 然后你就是被迫一定要去它的交换站面 去跟它这个交换电池嘛 对对对 就是付费给它嘛 而且好像只此一家啊 别无分号 对因为它规格是它这个独有的啊 所以其他家也没办法帮它做 那狗狗漏现在有没有股票上市 我们应该去买股票才对 太聪明了 它目前是只在海外做投资啊 但是我相信以它规模可能 可能未来应该是会股票上市 我一定要问一下 它这样的成本或者说发展 现在已经成熟了吗 就是说可以在台湾很快的就会有建制吗 我想它技术上在CS目前看到是已经成熟了 但是这个它的要在哪一个城市开始做建制 这可能还要跟这个各县市政府 就是这是有一些这个 因为它必须要在整个城市里面广建这个通电站嘛 所以可能需要一些政府的配合 或一些规划 那目前呢 它是说呢 15年它可能会在一个城市先进行 但是它是说亚洲城市 所以不确定是哪 目前还不确定是哪一个城市 希望可以回馈给台湾了 让台湾也可以成为一个示范的智慧城市 领先的这个地区 不过呢 它这个说到这些都是 就是它整体的架构嘛 我们来回归到这个焦点 如果拉回到这个智慧电动车本身 好像它跟现在的电动车 真的有很大不一样对不对 对因为它在设计上 它是没有 过去的电动机车是采用这个传统机车的这些设计方式 然后采用零组件 只是把它改成是电动引擎 那它是从零开始重新设计这个电动车 所以它的造型可以发现跟过去的电动机车是比较不像 很酷炫 消费性电动产品比较不像机车 那当然它有一些就是毕竟是它的这个 它的这个渊源嘛 这个主持人的渊源 所以它在跟手机的连结上是比较特别的比较完整的 那甚至它在行李箱里面就有一个那个USB可以给你充电 充电手机 对这个很多整天在玩手机来说这个应该蛮重要的 哇所以这真的是很令人期待的一件事情啦 就看看未来它到底会选中哪个城市啦 好那接下来呢 这个讲到这个智慧电动车嘛 那我们要看一下在地上走的 有没有在天上飞的 其实我以前一直也有一个疑问 就是说为什么这个油店 因为我们以前坐飞机 每次这个油价一往上面升的时候 那个机票价格就越来越多 对我就想说为什么不能从这个飞机上面去省下这个钱 现在好像有油电混合机啊 对其实呢 那个我们飞机在航空公司的经营成本 大概有三分之一都是燃料 所以其实燃料对他们来说真的是很严重一点 是所以它现在赚翻了 那对现在油价下跌 他们现在就是获利就持续上的股价一直在上升 那为什么过去呢 上这个油电混合机呢 一直还没有办法推出呢 因为其实呢这个飞机它这个要起飞的时候 这个推力呢 其实是要非常需求非常非常大了 那再来就是过去呢 因为飞机它很讲究它这个必须要轻量化 它稍微增加一些重量 它就要跟你加加收行李飞 没错 那这个过去的电池组太重了 所以呢它就而且电池跟油不一样 就是你加满油当然很重 但是你一路上一直烧一直烧 到最后它就烧完了就没有重量了 可是电池你这个放电放完之后 到走路的时候重量还是一样的 所以过去在电池在飞机上的应用 是比较受到限制的 但是呢现在呢这个很多研究单位 都在努力研究 包括这个剑桥大学 那剑桥大学它最近推出了一个 这个油电混合机的原型机 那它现在采用呢 是这个比较 比较轻的 就是我们比基尼电脑用的 这个聚合物电池 比过去使用的电池轻 所以呢 它现在发现呢 这个油电混合机呢 就跟油电混合车一样 在需要最大动力的时候呢 我就这个燃油引擎 跟这个电力引擎全部一起开动 是 那在这个稳定飞行的时候呢 我可以用这个燃油引擎来充电 或者说呢 是我就用这个电力引擎来 来这个节省这个燃油使用 结果呢 剑桥大学发现呢 在这样子 它们这个原型机上 可以发现呢 可以节省30%的燃料 所以呢 这个是可以说是 油电混合机呢 现在以这个原型机来说 可以说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开端 就是未来呢 它应该是有机会呢 逐渐的去 这个渗透到这个 我们的商业的航班里面去 那目前呢 因为这个电池 它的这个 怎么讲 除能的这个能量的上限还是有限 是 它说如果假设我们用 这个电池来飞这个大型客机的话呢 大概只能飞10分钟 所以呢 现在大概还是先从小型机开始 小型机 然后短距离的航班 是 可能会开始先 先开始油电混合计划 那在未来呢 如果这个技术更进步的时候呢 可能会慢慢的 渗透到这个大型客机的市场 哇不管怎么样 总是一个开始 对 不过呢 不晓得这个油价下跌 对它会不会也有打击 可能会有一些影响 就跟那个Tesla这样一样 对对对 对啊 现在Tesla股票 好像一路也是往下跌 因为大家想说 油价这么便宜 真的 所以啊 这个 大家都不能离开能源 能源未来会怎么发展 都是大家必须要关注的 好 今天我们就非常谢谢 那个 逸峰 来帮我们带这么多 这个薪知 我已经等不及下个礼拜 要听你这个 带给我们更多的薪知 逸峰今天谢谢你 好谢谢